你说过了吗 别叫我老板娘 是你们瞎呀 还是我瞎 我能找这样身材的老板娘吗 怎么 又想我了 谁想你啊 我是来喝咖啡的你 看来郑秘书工作很闲呀 还有时间在这儿 你让我相聚 你好 一杯咖啡 陈孝正 他怎么在这儿 他 郑威 你不是吧 你忘了这个人渣 当年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你不会一头又扎进去了吧 看杨你小声点别闹 你怎么回来了 我问你他凭什么回来 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助理 这儿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 你别闹了 郑秘书 我希望 我希望你在下午上班之前 把你的私事解决好了 实际上 开 我就看不惯他那副样子 我跟你们说啊 就刚才那个人 以后他要再来 直接给我轰出去 知道了 许总 陈总 东东 嘉原大厦的项目 今天怎么样了 我听周旭说 没什么问题了呀 你什么时候讨论啊 最近事情有点多 时间有点紧 你别担心 说嘛 像嘉原大厦这样的项目 它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要是咱们再不抓点紧的话 那让别的房间 让公司抢了先呢 陈总理 既然咱这个项目 肯定是通过了 那你们对收购 嘉原大厦的底价 是不是经过内部讨论啊 这事还没有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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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陈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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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我怎么冒他呀 你干什么呀 你什么开个玩笑 你发生大脾气干吗 我尊敬您是领导 但是你不能做 这么无耻的事情 怎么了 你还没完没了啊 来公司不会不知道 当年我当项目经理的时候 周旭不过是我一个技术员 我也没办你这么着吗 我就真教你点规矩 周旭还能说我什么 这这这 哪儿来的小丫头呢 这这哪儿来的小丫头啊 这么大屁 你 你 你 打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